大家好,我是曹玉东 今天我们聊一聊双板旗下来应对南海岛礁的争端 在2016年的7月12日 在美国的恶语操弄下 所谓南海仲裁厅 因菲律宾阿基诺三市政府的请求 发布仲裁裁决 演出了否定我国南海权力主张的闹剧 我们的回答就是 一是将裁决随即扔进历史垃圾箱 不作数 第二是以国防力量坚定维护祖国的相关权益 之所以要将裁决撕碎抛弃 是因为仲裁厅枉法裁判 挑战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秩序 因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等国际条约 中国在战后收复日本非法窃取的南海诸岛 并恢复行驶主权 绘制了标绘有南海断续线的 就是我们讲的U型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 官方地图并昭告世界 对中国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 做出了正确的安排 是战后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 那么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果之一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决的地结 及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 也都是在联合国主导下进行的 以战后国际体系和联合国宪法为根本的遵循 中国不但是联合国成员国 而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中国当然要遵循和维护联合国宪章 中国既然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当然也要遵循和维护该公约 首先与历史性权利有关的习惯 国际法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始终为联合国所关注 在1962年国际法委员会就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 关于历史性水域的法律制度的报告 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 在扬马研导案 卡塔尔素巴林案等著名判决中 都采纳了长期存在的传统权利 应受到国际法尊重和保护的观点 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及相关权益 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 它是先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诞生 又独立于该公约而存在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会员国将谈判协商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优先选择 尽管临时仲裁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确立为争端解决方式之一 但仲裁庭的设立和管辖权的取得 需以不违背国家同意原则为前提 那么中国在2006年就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授权 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书面声明 明确对于海洋化界 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所有权 军事活动等有关的任何争议 不接受包括临时仲裁在内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管辖 而南海仲裁案 它的仲裁厅不仅对此 就是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 还有意回避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的惯常做法 任意取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 实质就是打着公约的旗号 以当时美国和菲律宾强加于人的目的为尺度 在全盘否定中国南海权力主张的同时 去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与规则 同时损害联合国机制和公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因为美国没有签收联合国海洋法 第三主权平等是我们当代国际法的基石 而人们却发现把中国不接受裁决 与违反国际规则划等号的国家 本身就是不断违反国际法 和肆意践踏他国主权的典型代表 因为美国在攻击和批评中国的同时 就是在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 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 对伊朗军队高级将领就是苏莱曼尼 他就进行了定点的清除 此后美国又对参与调查其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的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进行制裁 那么第四呢 就是国家同意是国际司法和仲裁的前提 国家在国际法上并无出庭因素的义务 在国际实践中不参加司法程序的情形屡见不鲜 美国自身也曾在尼加拉瓜案中 当法院初步判决以后就退出了诉讼程序 并最终退出国际法院 显而易见就是以违反国际法著称的 美国所导演的南海仲裁案 只不过是打着国际法旗号歪曲国际法 破坏国际法就是这种破坏国际关系准则的 又一个新的案例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机和舰艇 在南海的黄烟岛周边进行巡航和警戒 有效守卫着祖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 维护着中国的海洋权益 随后中国海警也参加了相关的巡航和执法的行动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